针对于两岸关系或者是国际的路线 国民党是最稳健务实 国民党召开中常会 主席朱立伦重申两岸外交立场 党内大咖高层接连访中展开和平交流 而在国会的部分 总召副官旗也不落人后 立法院国民党立委会前往大陆来访问 能够走向缓和 能够让观光的这些旅游 能够持续的来进行 我相信台湾百工百业都能够春暖花开 据传这次副官旗率领的访问团 有黄仁张志伦跟林倩奇等十名立委 多半以非都会区跟学者型为主 由于是私下征询 人数还在增减当中 党团有这样的意思吧 那最主要是关心我们的农营的乡情 我最近地方行程很多 我不会去 还在会期当中 所以我们时间也都非常的紧绷 那目前也还在调整这个 是不是能够成形这个状态 正因为卡到会期 许多立委都还在观望 除了有地方行程要照顾 也怕委员会空转 更是要严防绿营突袭 展开表决大战 影响法案审查 只要民进党敢偷袭 我们下一次议员会 就把它导正回来 不会有任何的损伤 尊重他们的行程 但是我们希望不要影响到 立法院正常运作的议程 国民党还处处在高喊 说要国会改革的情况之下 竟然让这个这么大的 大喇喇的就这样子的 谈何方知的这个出国附中 我觉得这是 这一点就是非所思的 附中交流促进和平 本是一桩美事 但时间点不免让人觉得 是否有些不合适 华语新闻 宋局李景强台北采访报导 请订阅 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